最近几年,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,我国军事的科技水平,只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。 就在不久之前,我国公布了暗箭无人战斗机,我国并将舰20的技术运用到盖战斗机上。 此战斗机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全球第一款第六代战机。 那么为什么被称为第六代战机呢?和前面几代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? 将一一给大家解答,众所周知的是,战斗机不同于普通的飞机,飞行员要承载着巨大的抗压力。 所以战斗机的飞行员,也要比一般的飞行员的选择更加的残酷。 而我国此次研发的战斗机是无人驾驶,而这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第六代飞行战机的构想是完全一样的。 无人驾驶正是第六代战机区别于前几代的主要特征。 说到无人驾驶就不得不提人工智能,这是世界科研界内讨论的最火热的话题。 当然了该战斗机也运用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。 智能化是其第一个最大的优点,可以在与尖二十协同作战的时候,根本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。 相信服役之后,对于领海的敌对国家将起到极大的战略作用。 此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其外形的设计上,该战斗机采用的是流线型的机身。 在飞行时可以保证其阻力最小,另外还采用了倾斜的双翼尾,可以保证在战斗的过程中更好的保持平衡。 在军事武器的制造上,我国一直在被讽刺只会模仿,不会创新,而这一次暗战战斗机的出现,打破了这个谣言。 该战斗机不仅是无人机,还具有超高音速飞行和先进空中导弹技术。 看到这,觉得祖国真的强达起来了,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。 相信不久的将来,我国的军事科技力量,会成为世界第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